新华社喀布尔2月3日电,记者陈欣阿富汗总统加尼3日说, 塔利班提出的在达成和平协议后,解散阿富汗国民军的计划,是一项针对政府安全体制的阴谋。 他对此强烈谴责。 近期率塔利班代表团,同美国进行谈判的塔利班代表, 谢尔穆罕默德阿巴斯斯塔尼克扎一日前表示, 现有的阿富汗军队不合法,是在美国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一旦美国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就不需要军队了。 加尼说,这种想法是一场阴谋,旨在肢解阿富汗国家安全和国防力量, 以维持阿富汗国内部稳定和混乱局面。 阿富汗总统府发表声明说, 无法接受没有安全和国防力量保障的和平。 今年1月下旬, 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 特别代表扎尔梅哈利勒扎德, 与塔利班代表进行谈判。 据消息人士透露, 双方就外国军队,在签署和平协议后18个月内, 撤离阿富汗等问题达成共识。 哈利勒扎德随后访问喀布尔。 向加尼通报, 他与塔利班会谈内容。 加尼呼吁塔利班武装, 结束武装叛乱, 并与阿富汗政府进行直接谈判。 1.At Sevilla Debt Post, 7,531, 据爱尔兰时报网站, 2018年12月20日报道称, 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行动, 可能导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加强恐怖袭击, 使得俄罗斯和伊朗, 能够进一步扩大影响力。 报道称, 美国总统特朗普, 决定从叙利亚撤走2200多名美军士兵, 这是一个破坏局势稳定的大势。 特朗普宣布在叙利亚击败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可是该组织在叙利亚仍然有1.4万名武装分子, 而且仍然对该地区构成威胁。 伊斯兰国组织转而采取游击战术, 继续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和政府军交战。 虽然法国和英国, 仍在尽全力在叙利亚开展军事行动, 但一些阿拉伯国家并不认为, 在即将到来的不可预测阶段, 他们可以取代美军打击伊斯兰国组织。 如果美国放弃库尔德盟友, 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就将加强袭击的力度。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誓言, 要打击伊斯兰国组织。 他同时计划在叙利亚一侧15-20公里宽的地带, 对美军训练和武装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发动军事行动。 今年年初, 土耳其入侵, 并占领了叙利亚西北部的阿夫林地区, 赶走了当地的库尔德武装和一半居民。 被赶走的居民, 以库尔德人为主。 而美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如果美国继续从伊拉克撤军, 并且不对土耳其保持威慑, 也不向库尔德武装提供空中保护, 那么特朗普就抛弃了库尔德武装。 让他去面对拥有美式重型武器和先进战机, 比其强大得多的土耳其。 叙利亚的盟友俄罗斯和伊朗是不会插手的。 俄罗斯寻求将土耳其从美国和北约的联盟中分裂出来。 而伊朗决心保留土耳其作为其石油和天然气客户, 以及贸易伙伴的地位。 尽管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一直在与叙利亚政府谈判, 但兵力不足, 战线过程的叙利亚政府军是无法保卫他们的。 如果他们能躲过土耳其的打击, 库尔德人将不得不放弃在联邦国家的自治要求, 接受叙利亚政府的谈判条件, 并受到后者的控制。 这可能会让土耳其政府平静下来。 俄罗斯和伊朗, 对美国撤军的决定, 已经表示了欢迎。 尽管这可能引爆叙利亚北部的局势, 土耳其不仅可以占领土序边境地区, 还可以巩固对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盘踞的伊德利布省的控制。 随着土耳其军队, 在伊德利布省内外设立上锁, 以监督俄罗斯、 土耳其和伊朗实施的停火。 土耳其可能将接管伊德利布省。 报道认为, 特朗普的撤军决定, 将使美国在为叙利亚制定战后政治协议的过程中失去影响力, 从而使俄罗斯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力量。 自从叙利亚政府军夺回占起总面积65%的领土以来, 叙利亚政府的安全得到保障。 受沙特等国支持的反对派则被边缘化, 俄罗斯在该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得到了加强。 由于意识到美国已经对军事干预失去兴趣, 土耳其、伊朗和几个阿拉伯国家 一直在与俄罗斯修好关系。 特朗普政府在阿拉伯世界的主要伙伴, 伊朗的对手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影响力已经减弱。 伊朗有可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发挥很大的影响力。 这就会促使以色列加强对在叙利亚活动的伊朗军队的袭击。 也有可能招致俄罗斯和伊朗的报复。 伊朗对以色列要求伊朗从叙利亚撤军, 停止支持真主导的要求不屑一顾。 可是,任何一方的失误,都可能引发新的冲突。 编译图,其、海军副司令员邱延鹏, 20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这次海上阅兵,中方参阅舰艇和飞机, 包括航母辽宁舰、新型核潜艇、新型驱逐舰、战机等。 有些舰艇是第一次亮相。 其中,狩猎舰艇32艘。 编维潜艇群、驱逐舰群、护卫舰群、登陆舰群、辅助舰群、航空母舰群等6个群。 记者梅士雄、梅常伟、环球网报道记者王欢, 位于日本神户市中央区的川崎众工业公司神户工厂。 3月18日,举行了海上自卫队最先进潜艇降龙,2950吨局号的交付仪式。 据日本共同社,3月18日报道。 该潜艇是日本海自主力潜艇航龙型的第10艘。 近期将部署到广岛县吴市的吴基地,执行警戒监事等活动。 据海自介绍,降龙全长84米,可乘坐65人。 包括搭载的武器等在内,建造费约为560亿日元,约和人民币34亿元。 该潜艇搭载了潜水时能发电的高性能发动机,海中长时间潜航能力等卓越。 日本防卫省和川崎重工的相关人士等,约250人出席了仪式。 配合乐队演奏,船员陆续登上潜艇。 在艇尾升起了自卫队齐。 随着翔龙交付使用,海自截至18日投入运用的潜艇,包括练习舰在内共达21艘。 目前在川崎重工神户工厂。 还有两艘新潜艇在建造中。 At Sevilla Debt Post,7,531,记者日前从青岛居民融合学院获悉。 该学院主动承接军方士兵、富人军人技能培训。 年军培训500人。 去年参加该学院机电类培训的军方士兵,富人军人达380多人。 其中198人考取了终极技能证书。 据了解,青岛居民融合学院于去年3月揭牌,是我国首个居民融合学院,在军地人才双向培养交流使用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 该学院在办好职业教育的同时,承担了培养军地人才的重任。 致力于青岛西海岸新区驻军通用技术培训,优化调整了培训专业。 开设了国防教育、舰船电器、船舶电站、汽车维修、通信技术、舰艇医护等20个培训专业。 编写了20门相关专业项目课程教材。 并配套编写了教学指导方案,引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事官学校17门相关专业项目课程教材。 为配合地方旅游经济发展,青岛军民融合学院与企业合作,生产我国海军线一航母、驱逐舰等水面舰艇及潜艇等舰船模型和军事主题纪念品。 多款军舰模型,成为我国海军环球访问时,愧赠国外军方和华人团体的礼品。 在社军生产方面,青岛军民融合学院和企业合作为海军生产海底电缆铺设计。 王健高张涛,2019年第五周,多次公开评论华为孟晚舟事件的加拿大驻华大使被免职。 另一家中国科技公司腾讯旗下的实时聊天,软件微信在澳大利亚引起担忧。 专家认为,微信没有像美国的Facebook和Twitter一样受到政府监督,令用户可能收到虚假信息。 中美结束贸易谈判,双方都说会面取得成果。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要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习见面。 达成正式协议。 在南美,承认现任总统马杜罗,还是早前自行宣布成为临时总统的瓜伊多,为委内瑞拉合法领导人。 令世界各国分为两大阵营。 令世界各国各国立体 hord法领导人。 Bref,尽能被写伟神监督 —降三、二、三、四、三日项